这是每个火影迷心中的一男品 也是粉丝公认的最让人泪目的一集 为了揭开佩恩的真实身份 自来也因死不退 用尽最后的查克拉传递情报 为木叶带去了希望的火种 可他自己却没能幸免 最终葬身在了大海中 仙人模式下的自来也配合两个蛤蟆仙人 一举拿下了三个佩恩 谁知刚准备离去 就被突然出现的新佩恩打了个措手不及 自己的左臂因此被斩断 更令人绝望的是 刚被杀死的三个敌人全部复活 六道佩恩齐聚一堂 自来也认出了C位中的天道佩恩就是弥艳 可弥艳怎么会有轮回眼呢 佩恩不给他思考时间联手出击 在断臂的情况下 自来也很快就败下阵来 他只好潜入海底躲藏 两位蛤蟆仙人趁机掳走出生道 并用结界陷阱将其困在大蛤蟆的胃里 畜生道一个大意就被迎面而来的螺旋丸击 可他并没有因此被消化 反而在临死前偷袭自来也 用黑棒捅穿了他的身体 随着畜生道的护额缓缓掉落 露出了额头上的那道伤疤 瞬间解开了自来也的疑惑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自来也准备离开姐姐 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两位蛤蟆仙人劝自来也及时撤退 可自来也深知这是揭开佩恩真实身份的唯一机会 他让芝麻将以知情道跟畜生道的尸体带回木叶 然后与身座一起浮出水面 在看到其余五个佩恩的脸后 果然验证了自来也的猜想 他们都曾是第二次人接大战时被自己干掉过的人者 可等他刚想清楚佩恩的真实身份 修罗道就一把捏爆了他的喉咙 他的身体更是被无数根黑棒刺穿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自来也不禁回想起了自己的意识 永远充满了遗憾总是差那么一点 差一点他就挽回了昔日的同伴 差一点刚手就答应了他的表白 差一点就能够看到名人成为活影 师父三代为了阻止大蛇丸摧毁木叶而战死 弟子水门亦是为了保护村子封印九尾而死 与他们达成的伟业相比 自己的一生真的是相当失败 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他要完成一个可以抵消过去所有失败的丰功伟绩 作为一名伟大的人者而死 凭借着这股意识 心脏都已停止跳动的自来也竟然缓缓起身 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将情报托付给了身座 在佩恩的导弹下 自来也被炸入了海底 游龙当归海 还不赢我自来也 他用一生谱写了自己的豪杰物语 并将主角之名托付给了名人 一场恶战就此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 佐助也终于找到了佑的据点 时隔三年 愚蠢的欧豆豆不仅长高了 也变得更加沉稳了 这让佑倍感欣慰 可佐助丝毫没有叙旧的意思 他的眼中只有复仇 二话不说就用千鸟锐枪刺穿了佑 他清楚那并不是佑的本体 佑的分身化为乌鸦散曲 并让佐助到与之波一族的据点来找自己做个了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